直接咬一半 這個泡泡好鬼勒 我咬這裡勒 沒關係你們吃口水會相親相愛 啊這樣子我們再剝一半就不是可以了 那好你剝一半給姊姊 你那一個已經泡到口水了 我沒有泡到口水 我不要我來吃 我不要 我先咬一半 這個泡泡好鬼勒 你叫妹妹咬的欸 你叫妹妹咬的欸 你自己想一想 你剛剛自己叫他咬著他咬啦 我叫他咬亂一邊 什麼叫亂一邊 另外 不管咬哪一邊都有口水 我咬這裡勒 沒關係你們吃口水會相親相愛 欸不對吧 這樣子 這樣我抵對嗎 大風吹 大風吹 啊我就聽不懂啊 大風吹 說 吹什麼 吹什麼 我說吹什麼 我說吹什麼 沒有 你要說吹什麼 我就可以回你 吹什麼 說吹什麼 我為什麼要吹什麼 為什麼要吹什麼 為什麼要吹什麼 我們要玩大風吹吹什麼 吹 有穿拖鞋的人 大風吹吹什麼 吹 有穿拖鞋的人 大風吹吹什麼 大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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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Lasas 你還說吹什麼 我說吹什麼 我叫聽不懂 說吹什麼 聽不懂 我就聽不懂 你 大風吹手 抱 Floyd 大風吹 你說要吹什麼 ève 說吹什麼 呃 呃 我不知道吹不多 我今天呢在外面吃飯帶著兩個小孩一打二的狀態 我就放著手機給他們邊看電視邊吃飯 但是呢隔壁座的小情侶就給我murmur說 要是我以後生小孩我絕不會讓我小孩看手機 你要勸誒一打二的狀態暗幾個十五分鐘 你好好的吃飯真的會是噢噢噢噢 所以說那個話真的是不要說得太早餒 我今天呢在外面吃飯帶著兩個小孩一打二的狀態去餐廳 結果呢他們在用餐的過程我就放著手機給他們邊看電視邊吃飯 我自己呢也可以滑自己的手機好好吃飯 一打二的狀態我覺得非常舒服 但是呢隔壁座的小情侶就給我murmur說 噢要是我以後我生小孩我絕不會讓我小孩看手機 你要勸誒你真的要確定誒 手機是現代的產物我跟你講根本就是抵擋不住 小朋友為什麼會想要吃飯配手機 因為你大人平常在吃飯就在那邊滑手機的 所以說呢你不可能阻止小朋友在那邊 嗯為什麼爸爸媽媽他們都可以邊吃飯邊看手機 除非你自己也做不到 不然的話很難 尤其現在小孩普遍過動兒的狀態 有時候真的手機拿出來他們真的會安靜個15分鐘 你好好的吃飯真的會是OB 所以說教育難不難真的很難 但是呢適時的控制還有正確的引導 這才是我們父母要做的 還有不要再說我們父母拿手機給小孩子看了 有時候在外面一打二或者是小孩他真的特別鬧的時候 手機拿出來真的可以換一點安靜啊 專家說到我們平常呢對小孩的照顧呢 盡可能用溝通的不要用吼叫的 不然的話會造成他們心理上的意義 所以現在9點半10點間呢 我要請他等一下從睡覺就是溫柔的跟他們講就可以了 好啦妹妹們明天要上學了趕快睡覺囉 妹妹們明天要上學囉趕快睡覺囉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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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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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